韩国国旗上的图案就是我国的太极挂捕 因为这面国旗就是中国人设计的 别不信 来 坐好了 听我给您详细说说韩国国旗的诞生过程 话说 1875年 以云阳号为首的三艘日本军舰入侵朝鲜釜山 对朝鲜釜山进行炮击骚扰 随后又入侵江华岛一带 与当地朝鲜守军发生军事冲突 该事件被为云阳号事件 自元朝以来朝鲜一直奉中国为宗主国 受了别人的欺负 第一反应就是找宗主国哭诉 求助 明万历年间日本大规模入侵朝鲜 当时朝鲜几乎亡国 就因得到了宗主国大明王朝的强有力支持 最终赶跑了窝人 起死回生 云阳号事件发生后 朝鲜国门被日本强行打开 朝鲜王朝哭着喊着 向宗主国大清王朝求助 这时的大清王朝也日渐西山 属于尼菩萨国疆 自身难保 很难提供得出什么有效的援助 1882年8月 朝鲜政府被日本人勒令到日本谈判 朝鲜使臣朴永孝和金玉云 哭丧着脸准备前行 行前 他们突然想到 他们国家还没有国旗 怎么办呢 他们君臣想来想去 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将大清帝国龙旗上的五爪金龙 改成四爪金龙 作为他们的国旗和军旗 狐甲虎威 以壮形色 他们把这一想法汇报给了清政府 清政府断然拒绝 说 四爪金龙旗是大清王爷用的 藩属国不配用 不过 清政府也很讲义气 虽然不准朝鲜人用四爪金龙旗 却派大学问家马建忠出使朝鲜 帮助朝鲜制定国旗 马建忠经过慎重考虑 认为朝鲜共有八道 正与周一八卦相对 于是就沿着一思路发挥 以八卦包围着画在白底上的太极图 其中八卦全部用黑色 太极用半红半黑 其之外又是以红色 于是 1882年 朝鲜所有对外事物一律使用太极八卦旗 并通告全国 正式成为国旗 不过朝鲜半岛先于1910年被日本吞变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 其又因美军与俄军以北纬38度线为界而分裂成南北两国 1948年8月南方独立为大韩民国 大韩民国继续沿用太极旗为韩国的国旗 当然韩国的国旗后来做了些修改 去掉了八卦中的四卦 把剩下的四卦斜向对称拉伸 使整个国旗图案呈长方形 把阴阳鱼图案改为红蓝两色 现在 韩国人是不会承认这面旗是有中国人设计思想在里面的 而一口咬定 这个太极图案完全是高黎民族的独创 关注我 了解更多中国历史文化 这些太极图案呈长